Hello 大家好 我是Smart Supplement的Patrick 今次想跟大家講解Performix 這個品牌系列的消枝產品的配搭技巧 因為我們有很多顧客剛開始用這些產品的時候 除了未必知道怎樣選擇之外 因為大家都想進度快一點 所以想知道怎樣用這些產品的配搭是最好的 或者是否我用你們一款藍苑就ok呢 因為好像是這款是最厲害的 那是不是就ok呢 還是我要配搭幾款產品才達到我想要的效果呢 所以今次會跟大家講解 首先會說我們還有現貨的產品他們的主要分別 包括藍苑、SST、黃苑Steam 3 還有是Time Release Sport CLA SST Control 還有這個水劑的左船肉桿 我想有些顧客在我們網站或者是門市都見過了 那是水劑的一個左船肉桿來的 那是溝氣去飲的 這個不是一支去飲的 那首先講了他們的主要分別 然後再講就是你可以怎樣去配搭呢 或者是怎樣的配搭就是達到什麼的效果 那這個就會大家實用一些 那而且以下的資料都是來自部分 都是來自我們的顧客用家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告訴我們 所以你也可以做個參考 那首先就基本上大家都會想 就是是不是用藍苑就可以了 那因為它本身的配方就是最全面 那而且就是這個品牌的Terra技術 就會令到成份去延長釋放 那所以對大部分來說 其實效果都已經明顯了 那另外有一款黃苑 可能大家都未太清楚他們兩者之間的主要分別 那主要分別就是黃苑Steam Free這一款 它就是沒有刺激成份 包括是咖啡因之類的那些刺激成份 的一個減肥丸來的 那所以它就會適合一些就是 本身可能你對於咖啡因不是說 那麽舒服 就是你用完可能你喝咖啡 你會覺得那個精神很緊張 或者睡不著 這些對咖啡因等等刺激成份的不良反應 就是你會是這樣的的話 那你就會選擇Steam Free 因為它就是沒有這些刺激成份的 那可能你就不會選擇藍苑了 那但如果你說平時我喝咖啡 或者你都會用一些可能 pre-workout的 就是有咖啡因的產品 你OK的話 那其實你一定是用藍苑 這類有刺激成份的配方 的效果就會好一點的 那另外就是CLA 那這款產品其實 有時我都會跟顧客說 那其實比較適合兩類人的 第一類人就是本身你的體脂比例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它的效果呢 因為它的原理都會是促進你的脂肪的消耗 甚至有一些研究也都指 它對於胰島素敏感性 是特別比較有幫助的 那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本身的體脂比例比較高 就是控制血糖方面 就是剛才提到的疑島素敏感性這一類 那所以如果你本身的體脂比例是比較高 或者你比較怕肥的話 那其實CLA呢 我覺得就會比較適合一點的 那另外呢 剛才提到有一款叫SSD Control 顧名思義 那是跟一些控制 控制什麼呢 控制食慾有關係的 因為它本身是一些對食慾 控制食慾有幫助的纖維 那所以就說 如果你的情況是比較 就是胃口控制不了 其實你加上藍軟用是會最好的 一會兒再說 那總之就是SSD Control這個產品 它就是針對食慾控制方面的 好啦 剛才還有講一個 好像藍色哨口水那樣的 叫左船育鹼的一個水劑來的 那每次有一茶匙 開稀去喝 那這款產品 其實因為左船育鹼 是可以加大你的能量消耗 那所以如果你本身有運動習慣的話 那就會比較適合 你沒有運動習慣的話 其實左船育鹼就不是太幫到你減肥 那當然這個成分 對很多的身體機能都有幫助 那所以就是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有做運動 那這個產品 它可以幫到你的減肥方面 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沒有做運動的話 就未必那麼直接了 好啦 講完了 那這東西就講 就不同產品的配搭 或者是說 我們其他顧客 其實他們 什麼的情況之下 會怎樣去配搭呢 那首先就是第一樣東西 就是說看一下 就是通常些人就會選 這兩款產品的 就是說如果你是本身 有做運動 身體質素OK 沒有什麼特別病痛的話 那就用藍苑 就會那個效果會明顯些 那在這裡也順帶一提 那如果你本身有任何身體狀況 有任何醫學狀況 病痛的話呢 都要先問個醫生意見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一個個別的醫學狀況 去給予意見的 還有補充品 只是適合給健康 正常的人使用的 OK 那如果你對那些咖啡因 的反應是正面的 就是譬如你用完咖啡因 就是飲完咖啡之後 你覺得做運動特別醒神的 那這樣的話呢 藍苑就會好一點 效果一定會明顯一點的 那黃苑的話就會適合一些 就是本身可能你的運動習慣 不是那麼夠 體能未必那麼好 或者對咖啡因的成分 你不是太正面的 就黃苑 但也有一些顧客 就兩者是同時使用的 因為呢 就有些人會用完藍苑之後呢 有什麼其他加進去 可以令我的效果再快一點 再好一點 那首先呢 有什麼可以配合呢 第一件事要想就是 你加進去那樣東西 它會有太多成分的重複 因為成分重複了 有時候我們怕會不會過量 雖然補充品 但其實我們都不想說 是吃得太多 那其中一件事 比較容易會過量 那其實就是咖啡因 因為你很多消脂產品的 其實它都會有加咖啡因 那不是只是咖啡因的 其實還有其他刺激成分的 那大家最熟悉就是咖啡因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重複了 去兩個產品都有咖啡因 有這些刺激成分的 那你就會比較怕一個過量的問題 那其實如果你用開藍苑 你加Steam-free 首先它Steam-free 它沒有咖啡因 沒有刺激成分 那所以你不需要擔心這方面的過量的問題 那而且它們兩者的配方 都沒有什麼重複的 那所以如果你用開藍苑 你想效果再快一點 你可以加上黃苑下去用 那這個黃苑的吃法有些特別的 那就是早上吃兩粒 下午吃一粒 那所以你可以跟它吃法就可以了 那有時候我們經常都說 你都可以按你自己個別情況 還有你用它出來的反應去調整 那它和黃苑都會有些配方 就是針對有些人會儲水 那就是除了脂肪之外 怕儲水影響身體線條 肌肉線條的話 那黃苑都會有這一方面 比較針對的成分 那所以如果你 當然你一開始 你本身體能不錯的 那你一開始就兩款產品加起來 一起試用了 那可以 那不過我建議你會可能 將份量減低一點點 你看一下自己身體的反應如何 那OK 那然後呢 如果剛才提到 有款式SSC Control 就是抑壓食肉方面的配方 那所以如果你用了藍苑之後 你想抑壓食肉方面 好像也不太夠 因為其實 在這裏講你會知道 因為藍苑 我們有些顧客用完之後 其實是他們跟我們說 好像吃多了東西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是說 這個藍苑 它是有幫助抑壓食肉的嗎 那為什麼我會吃多了東西呢 那首先 它是有抑壓食肉方面的功效的 不過同一時間 它最主要的功效 都是幫你提升新陳代謝 促進了你的熱量 和脂肪的消耗 而在新陳代謝快了的時候 或者你做多了運動 其實你很自然 身體的反應就是 覺得你的熱量不夠 要吃多點東西 那所以呢 有些人的確跟我們說 就是用完藍苑之後 更加想吃東西 為什麼呢 那這個就是那個原因 那所以如果你發覺 你是有這方面 甚至是好像 想那個抑壓食肉方面的效果 是更好一點的 那你還要加上 SSD Control 那這個就會比較針對 那這個產品 其實它沒有說怎樣吃 因為它就是叫你 我一天一次吃兩粒 那一天呢 就是 吃兩次 分開吃 那就是 一天裡面分開吃兩次 那所以其實呢 它沒有說怎樣吃 那但是我們建議 因為其實它跟一些抑壓食肉 有關係 那所以最好就是 可能你是 餐前餐後去吃 那就可能會好一點 餐前 那那個具體時間 你都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那個具體時間點 那可能早上 有些人早上的胃口特別大 那你就可以早上吃 或者你怕晚上吃多了東西 那你都可以去晚餐之前去吃 那都可以的 對了 那剛才說的就是 這個SSD Control這一款 OK 那如果 如果你本身那個體脂比例 比較高 那的話 那剛剛開始做運動 體能未必太好 那你可以用CLA這一款 是的 那你都可以考慮 加上藍軟下去 那這個組合 就會適合本身那個體脂比例 比較高的人使用 OK 那這個原理 剛才大家說了 因為其實CLA 再加上 它裡面也有一個專利成分 Chromium 那也是對於穩定血糖 提高熱度素 敏感性 或者會有幫助的 那所以 所以 如果你的體脂比例 比較高一點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款產品去配合 好 那如果 你做運動 好像 那個體力 就是 因為其實你要燒脂減肥 那你 必然是 減低了熱量攝取 才會有最大的效果 那然後 你發覺你做運動的時候 體力好像開始下跌 的話 那你可以是用這款 水劑的左酸肉鹼 因為左酸肉鹼 有幫助你運動訓練的強度 它也會有一點點刺激性 有類似咖啡的刺激性 不過就沒有那麼強的 那所以 如果你有做運動 體能OK 你想運動的熱量消耗再大一點 或者你會踩機 可能踩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這一類別 這一種的訓練方式 那你就願意再加上 這個水劑的左酸肉鹼 SST Burn 它的名字叫做 SST Burn 這個組合就會適合你了 好了 另外 最後回答了一個問題 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顧客都會問 很心急 就說 我用這些產品 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效果 其實 很多人有一件事 就不知道 就是 首先 如果你本身越肥 其實你見效的時間 應該越快 因為你可以減到體脂比例 你會再多一點 所以其實反過來看 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不是很肥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門市 看到一些顧客 其實都不是很肥 不過都會想 是另外一個體脂比例 再降低一點 所謂 腹肌明顯一點 肌肉線條明顯一點 的話 其實你的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所謂 你要減到最後的浸 如果你剛剛開始減肥 可能我們試過 有些顧客用南軟 頭一個星期 輕了10磅 真的聽過這些 但是你到幾個月之後 你的體脂比例 你已經跌到很低了 你主要是想減到最後的浸 令到腹肌更明顯一點 其實呢 那段時間是最難 亦都最長的 那 的話 其實你用這類產品 當然會幫到你了 但是到最後的階段 其實你的時間就會更長 所以你用這類產品 其實就看看你的體脂比例 當時有多高 總之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體脂比例 已經是比較低的話 你覺得見效的時間 你要給多些耐性 甚至是說 可能你要多些產品的配合 就會更好一點 反而是 如果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減肥 體脂比例 都更高一點 反而是 我不會叫你用太多東西 去加碼一起用 可能你只是用一款 然後你之後再加下去 就會合理一些 而且你剛開始用的時候 你當然效果會更明顯 好了 那有關那個產品的 怎樣配合 或者你可能有些 個別情況 想問我們的意見 那我們都可以隨時 歡迎你 在Facebook 或者Email 傳訊息給我們 亦都可以歡迎 來到門市去諮詢